今次就第一次在港澳地区选拔何载专家 其实政府是怎样看整个安排的呢 对香港科技界的重视以及对特区政府的支持 我们有种感谢国家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为香港市民带来这份厚礼 特区政府一定全力配合有关的选拔工作 刚才听到局长就讲到 对于今次的措施都觉得很荣幸 还有看得出国家对于香港科技和特区政府的重视 不过其实问回我们的基础资料 说到今次第一次去选拔何载专家 何载专家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职位 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来的呢 好不可以请两位解释一下 载核专家主要是在太空 从事与科学探索相关的研究和测试工作 它同时也要配合其他的宇航员 保证太空其他工作的运转顺利 要在太空中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进行科学探索 那么载核专家的专业领域可以很广 可以是生物医学生命健康物理化学 也可以是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材料科学等等 总之人类需要在太空中探索的领域非常广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载核专家进入太空做工作的原因 就是说其实何载专家在做的事都挺广 因为所有和科学有关探索的 其实他们都会帮忙做 以及都会配合其他在太空上面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都一起去令到整个运作顺利 再加上其实他们真的都会运作仪器 以及他们去做的那个范畴很广 刚才局长就说到 无论是说到科学、化学、物理、生命医学 或者就是一些关于机械工程 其实何载专家都是会一起做得到的 其实为什么今次特别就说何载专家这个范畴 会特别在香港选择呢 就是是不是可能看到香港在这方面的专长优势 还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您说的对 因为过去多年来 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 而且香港呢 有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顶尖的人才 那么国家正是看到了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 那么又有这个机会呢 就希望首次呢 在香港先从选拔再和专家开始 解脑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